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新冠肺炎持续升温 不少确诊者选择居家隔离照护 吉隆市政府特别运用了明镇系统 配发关怀包及同住家人的快筛试剂 各区区公所转型成加工厂 离干市则化身为关怀包的包装员与外送员 让数百位居家照护的确诊民众能够安心治疗 一声令下 吉隆市仁爱区公所同仁开始将泡面 口罩等物资放进一个个袋子里 然后再依据个礼数量进行分配 这是金融市关怀包作业现场 据统计金融市每天大约发送五六百个关怀包 给申请居家照护的确诊民众 因此区公所变成加工厂 离干市则化身包装员 在作业线上完成一个个关怀包 金融市长牛昌特别前往慰绕同仁辛劳 也现场开箱金融市关怀包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金融市政府特别添购的协仰机 除了有这个筷子的这个调理包 有筷子的调理包 然后这个泡面是一定有的 另外这个有饼干 然后另外像这个好的这个麦片 我想这个是这个我们特别去采购的 也希望给民众大家有更好的营养 然后酒精 这个有垃圾袋 然后另外有口罩 那如果家里面有这个一岁以下的小孩 或者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的话 那我们基隆还有配送这个血氧机 让他可以在家里面去监测他的血氧的情形 那另外这个因为还有确认者有同住的一个家人 所以同住的家人也会有配发工费的一个快筛 那这个就是看你家里面有多少的大人或者是小孩 我们就依照规定大人是三季 然后小朋友是两季 家里面有多少人来做配送 不只负责包装 辛苦的李干事还要兼任外送员 将一个个关怀包送到申请居家照护的确诊者家门前 让拿到关怀包的民众相当感谢 我老公有收到那个隔离包嘛 然后里面有一些快筛剂啊 所以我们那个同住者可以快筛音就可以出来 所以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 所以感谢各位同仁 那个那个李干事他们的 然后还有一副同仁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早日节隔离这样子 由于关怀包配送包括名单确认 申请民众电话及地址是否正确等需要时间 李干事坦言有时候遇到不理性的民众谩骂 也只能委屈往肚子里吞 疫情确诊者的爆量都很多了 很多的民众一直打电话来 然后一直没有领到关怀包等等 所以情绪上都非常的高涨 有碰到骂三十几年吗 都会发生这种会辱骂不雅的语言 然后我们都是用最平和的语气 好好的安抚 然后帮他们再转介到那个相关单位 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 委屈都是委屈 但是我们都是往肚子里面吞 对 还是继续服务 对 要继续 还是要继续有卫眠服务 牛昌也再次提醒民众 一定要先上网完成居家照护申请 入案后才会配发关怀包 希望民众多多配合 缩短关怀包 配发作业时间 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确诊的时候 其实不要担心 那这个依照政府所 这个规划的相关SOP 那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可以 平安的度过这一波的疫情 金融加油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市民广场快 筛医阳性PCR筛医减赞 从今天起扩大服务 做PCR筛检的同时 也提供有症状的药物治疗 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 及部分负担80元 由助战医师给药 国内疫情未趋缓 借用多家医院急诊室外 急满快筛阳性民众等待看诊 为了避免影响到医疗量能 市长刘昌宣布 市民广场从16号起扩大服务 做PCR筛检同时 也将提供患者药物治疗 我们金融市的社区筛检站的量能 基本上算是非常的充足 因为在之前最高峰的时候 一天大概是可以做到4000人次 那现在因为快筛阳性 才可以做PCR 所以我们现在一天的筛检量 大概是1100人次左右 那我也在这边要宣布 我们在下个礼拜一开始 在我们市民广场的筛检站 我们将会扩大提供服务 也就是如果你是快筛阳的筛检者 你到筛检站来做PCR的同时 如果你有症状需要开药的话 也可以由我们在县地这个注诊的医师 来开立这个相关的一个处方签 那另外也有这个套餐的一个给药 那只要你攜带健保卡 然后还有这个部分负担80元 然后是免挂号费 就可以到我们的市民广场的筛检站 由住站的医师来给药 此外许多民众确诊之后 该如何填据申请居家照护 然后他不知道要去填写 或者是申请我们的居家医疗照顾 所以我们在给药的同时 会在药袋上面 来提供相关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资讯 这一部分我们也结合了 基隆长根医院 还有部立基隆医院 在领药的时候 就会在药袋上面来提供 我们居家医疗照顾服务 自我申请的快速通道 那民众可以透过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加入我们医政科的 这个LINE的一个好友 来快速的进行这个申请 那申请之后有很多的一个好处 包括你可以得到这个居家医疗照顾的一个服务 另外就是你的相关的一个确诊单 还有包括你的居隔者的填写的一个回报 也可以同步的来进行 而中央近日开放长者施打第二季追加剂 许多民众都很关心基隆的进度 这个昨天CDC有公布 这个第四季的这个追加剂的一个施打 民众也很关心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的是 因为我们金融市是在今年的1月中左右 我们为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 来进行造册的集中施打 那照中央的规定呢 第四季的追加剂必须要间隔150天 所以我们最快要到6月19号之后 才能够为65岁以上的长者来规划集中施打战 所以我们也会预早做准备 然后在6月19号之后 比照过去的一个模式 帮我们所有65岁以上的长者 只要他有意愿 我们开设集中的一个施打战 那也一样 这个各区造册来进行施打 这是有关于疫苗的施打的一个状况 不过最后也在这边再次提醒 虽然我们金融市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的这个接种率 都是本岛最高 那第三季的追加剂呢 也达到全市人口的63.8%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再次呼吁 第三季的追加剂还没有打的民众 可以到我们的医疗院所 这个随到击打 然后希望能够提高 这个疫苗的一个施打率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而新冠肺炎又传出了令人遗憾的消息 金融有一名两岁确诊的男童 发烧到42.4度 为了四间医院都没有病床 最后转送北戎 还是不治死亡 对于外界很关心整个医疗的处置程序 金融市卫生局部立金融医院 都对外做出了说明 部立金融医院外 民众排着队 还有小朋友被爸爸抱着来挂急诊 但就在前一天金融也出现一起最小两岁确诊童死亡案例 5月13号 那当时那个因为有发告烧 然后他父母就带到部机的急诊 那当时部机看诊的医 急诊看诊的医师 有会诊小儿科医师 那个小儿科医师 其实是小儿感染专科医师 那我们现在小儿感染专科医师不多了 那当时的判断 那我们都知道 他5月12号是PCR阳性确诊 所以当时小儿科 根据他的临床判断 他认为 除了COVID-19以外 这个是一个急性脑炎 那急性脑炎 所以认为必须要有小儿专科的加护病房 所以部立机诊医院也就在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医疗平台在设计转程 所以部立机诊医院大概在10点半左右 认为这个必须要转借到 医学中心的一个小儿加护病房 小儿加护病房 那这时候我们的卫生纸也就介入 所以那我们是属于台北区的医疗网 紧急医疗网 透过这个紧急医疗网 我们最后找到台北龙总可以收治 所以我们大概11点半 大概11点26分的时候 就给部机这个讯息 请他们跟台北的龙总可以医师做一个对接交班 所以后来那个部机龙总就把他转到 那个台北龙总的 台北龙总的急诊 那当然是 后面当然是不幸的 那在台北龙总大概处理了 六七个小时以后 在五月十四号的早上 大概接近九点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 就宣布小孩子 小朋友到医院的时候 因为他发高烧 所以我们没有给他抽血做检查 也有跟他塞了退烧药 那后来就是我们还有照理是光 也给他氧气 因为氧气都稍微低一些 对 就是我们到 小朋友到急诊初步处理 那在中间过程当中 他又有在抽筋 所以我们有给他一些抑制抽筋的药物 小男童到院后 经小额科会诊 判定是病毒性脑炎 经过卫生局协助转送北龙总 中间也持续点滴药物治疗 但在凌晨两点转送北龙 进行处置急救治 但还是在早上八点五十五分 急救不治 小额中科医师看过之后 他认为他是属于 比较高比较重症的病人 怀疑是有脑炎 所以当时就建议说 安排转院 所以我们有通知卫生局 然后也联络长庚 然后后来是卫生局建议说 还是建议我们去转到北龙去 所以我们直接联络北龙就转过去了 这个最后要由中央去做一个判断 但是我们知道直接的死因应该是 一个急性老人 然后多重器官的一个衰竭 然后他有败血症 有各式各样 然后肝脏的功能也不好 各式各样 但是是不是跟COVID-19 是不是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系 必须等中央的一个依据病例 两边的一个病例 做一个持续判断 这名小男童不幸身亡 消息传开 令人遗憾 男童病况一天内急转直下 小小生命没了 留给家属无限的悲痛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而原本金融市议会 定在5月16到23后之间 举行市长施政总质询 不过因为有议员提出 将口头质询改为书面质询 共同抗议 引发了议员们不同的意见 最后议长决定采取具名表决 15票同意 通过了全国首例的书面质询 都有在录营 绝对没有谎报 赞成的15 反对的8 把为其他的弃权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廉宣布 议员具名表决的结果 15票同意 8票反对 4票弃权 原本是议员对市长及市府官员的 总质询改为书面质询 表决后的结果 赞成这一次的市政总质询 用书面总质询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严峻 原本基隆市议会定在5月16号到23号之间 举行市长市政总质询 不过因为有议员提出改为书面质询 让府会共同抗议的建议 引发议员们不同的意见 反对书面质询的议员 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议员的监督权 这是民众赋予给我们的 当时投票的时候 民众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赋予给我们监督市府的权利 那不应该由大会来做剥夺 把整个面对面的总质询 变成是书面总质询 那就真的代表外面有非常多的民众 已经哀哀无告 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民众 此刻正在受苦受难 面对疫情其实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 你回答的这个讯息 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 其实有时候当面在咨询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答非所问 更何况是书面 那这样一来一往之间的话 实际上旷日费时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们市议会在这次的定期会当中 不要整体包裹的变成书面咨询 已经有一次了 一届只有八次啊 而赞成改为书面咨询的议员 也有自尽的意见 第一届议员 我一年一届只有八次可以懂咨询 我当然也很想咨询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就是考量到 下周会是我们已经提前预判了 已经知道下礼拜会是一个 大家都会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就已经很忙了 下礼拜如果再更多的高峰进来 一定是更忙 那如果大家真的都是 所有的我们的市政府的局处 首长的团队 全部都在议会绑住的话 其实是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疫情的做一个调度 根据去年书面咨询 我觉得各单位的主管也都有打电话来问我 那有一些我不是很清楚也是跟电话沟通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也是合法 也是不会影响我们议员的职权 也不会让民众觉得我们议员没有口头咨询 这些是我们既有黄毅律 那些得 这个确实力 这个确实力是从上返的 那你为什么不说 一个人犯上一点点就好 一个人是没有犯上一点点 让市政府去打拼 包括市政府本身是支援官 也有议员建议采用折衷方式 需要总资讯的议员 缩短时间让市府官员有半天时间 回到市府办公忙防疫 而为了议会和谐 议长蔡旺莲也希望不要采取表决的方式 改天你们都有机会来当议长的 你们都有机会来当议长 议长没有什么特别权利 只是要怎么样把这个议事规则 把所有的议员的权益保存好 这是我的责任 最好是不要用表决 这种事情来表决真的很难看 不过议员们还是争论不下 最后议长决定采取现场居民表决 为自己的决定留下历史记录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8票反对4票弃权 改为书面咨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赶快吃饭了 谢谢你每天都为我们做这么多 嘴巴忽然这么甜 是不是想要什么 我今年初刚买房 但最近好忙 没时间缴房屋税怎么办 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好烦恼的 现在缴税非常轻松 就算不出门也可以 只要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税单QR Code就能快速完成缴纳 还有这些管道都可以任意选择 管道变点超有感 轻松缴纳好放心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第一个会有一个夹链袋 然后会有一个四季 这个是封起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等一下可以戳鼻子的 前面有一个这个棉花 另外还有这个四季 还有一个盖子 那这个是你会拿到的东西 那不过我有一个小偏步 可以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还会准备一个这个 这个夹子 然后另外把这个便利贴也都可以 然后把它夹这样子 那这个什么用呢 你夹这样子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四季 把它先放在这个地方 让它固定住 好 那如果你不清楚 你也可以打我们的 这个爱心筛检的咨询专线 2425-1560 或者2425-1570 或者2425-1580 那会有专人来跟大家 来解说跟服务 好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示范怎么做 在家里面怎么做这个快筛 以后可以强化我们自主健康监测的一个能力 打开 然后这个是塑胶的棒子的尾巴 然后棉花在前面 要记得 拿起来都不要碰到它 然后两边的鼻子 你把它伸进去大概2.5公分 然后大概 这个把它稍微 这个动一下 然后就把这一个 里面有液体的这个设计 然后把你的这个采样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就把它 搅 这个 搅一分钟 好 我们把它一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拿起来 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棉花棒会有沾到这个试剂嘛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这个筛检的动作 就把这个已经弄好的这个试剂 把它放在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 椭圆形的地方 那我们要滴 不要超过5滴 大概3滴到4滴就可以了 等这个试剂跑15分钟 好 这边有一个C 有一个T 那我们看到我的检验的结果是阴性 就是C这边表示已经做完了 那如果这个你是在T这边也有一条线 那这就表示快筛这个阳性 如果你是快筛阳性 那这个地方会有两条线 那你也不用紧张 那这个同时呢 你也把你的这个试片 把它放到这个夹链带里面 放到夹链带里面 然后把它封好 封好之后 打我们的24小时快筛阳性通报的电话 2456-5861 2456-5861 那打了电话之后 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的同仁 就会安排防疫的这个计程车 然后你把这一个做好的这个试剂 你要带着 然后把你的键跑卡也带着 然后到我们的PCR的一个筛检站 会安排你做PCR的一个裁剪 那由于我们这个专案呢 这个防疫计程车是免费的 所以快筛的一个使用 其实非常的一个简单跟方便 我相信每个人只要操作过一次 其实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也把这个怎么样做快筛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我们的计划 然后把自主的健康监测的能力 把它提升 那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正常化 然后能够早日的去过正常的一个生活 好 谢谢大家 由于百福社区一带的居民 不断质疑为在六堵科技园区里的台湾 荒川化学工业公司排出有害的气体 危害居民的健康 经过议长蔡旺莲的积极沟通下 荒川化学公司展现成益 后资数千万元 改善空屋设备预定年底完成 去年三月由于七堵百福社区一带的居民 不断质疑为在六堵科技园区里面的台湾 荒川化学公司排出有害气体 危害居民健康 而到公司门口拉白布条抗疫的场面 在经过议长蔡旺莲积极沟通下 荒川公司也展现成益 耗资数千万元改善空屋设备 主管单位市政府环保局 在事议会中达询议长蔡旺莲 资讯师表示 经过环保局辅导 荒川化学公司预定年底完成设备改善 喊一下我们六堵方川园区的空屋办理的情形 看六堵方川那个空屋办理情形怎样 这个在议事表 议程表里面上面有特别注记的 先来提一下 到底今年会不会那个设备会不会完成 有关于台湾荒川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六堵的一个 制成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110年3月有跟公文院也成立了相关的一些辅导厂商 那也针对了他的前端的 做了相关的有效收集 包含了头条口的一个夹改 还有开口罚的一个密闭 还有制片机的一个微风等等 那在溶解槽的部分也做了相关的一个更新 那所以这是在有效收集的部分 那在后端部分除了原本的活性泰西托付的一个接训人员的部分 在今年度他们也跟公文院这边也做相关的评估 未来会去增设催化氧化乳 就是用热解的一个方式 把这些VOC做分解 那预计现在是在1月份已经完成了相关的签约 那厂商也在四座中 目前预计是在110年的年底会完工 那环保局这边会持续的去追踪他的一个执行的一个进度 以上报告谢谢 那个今年年底他的设备会完成吗 他的改善设备会完成 包括目前的进度是如此 在年底的时候会完成 对那除非是因为传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疫情的一些关系可能怕交货期会有点比较慢 那我们会持续去追踪 对于荒川化学公司提升改善空污设备 蔡旺莲表示肯定 也要求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激查追踪本市各项污染情况 主动积极告发杜绝 为基隆市民健康把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